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家们来到画家薛松的工作室 薛松的纸烧画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里面贴的那个烧的书都是古代大师的书 哦 在学历泡一下就好了 你搬进来的时候它什么样子的 是个空的房间吗 我这个当时是工厂 是他们的办公室 原来是八个房间 所以打掉以后 解放前就是沙场 沙场 所以说不是很贵吧 对你来说这边 对但是现在已经贵了 我是第一个大的 right now it's expensive because he's the first one and right now it's double the price 中英作家每到一处 都会在当地举办 与读者的见面会 他们与读者交流作品 传授写作技巧 Trains When they first moved in they spent a lot of time not mentioning the trains Their bedroom looked out through some large French windows onto the garden The trains were about ten feet away The frequency of their passing as is usual with trains varied according to the hours of the day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ommuter It was trains that by their intensity woke them up in the morning and trains likewise by their diffusion that allowed them to go to sleep at night My father's in my fingers but my mother's in my palms I lift them up and look at them with pleasure 如此近距离地聆听 英国作家朗读自己的作品 这近乎于触摸着 他们的脉搏 感受着 他们心脏的波动 英国作家在上海期间 上海市作家协会 特地为英国女作家 Susan 安排了一次 与上海女作家的 见面会 我写作到现在 已经二十多年了 除了长篇 中篇 短篇以外 我还写些散 我刚刚写完一个 长篇小说 叫《陶子夭夭》 参加座谈的女作家 还有秦文君 陆星儿 王晓英 王周生 丁丽英 话题是女性与文学 在上海 我认为一群 整个队子的女作家 这是一个很浓烈的 经历 因为 甚至在英国 我没有交易 20女作家 这就是什么 这就没有起来 所以 它是非常酷 坐在那里 知道这就是 她是像是主持人的主持人在上海 現在的談話 它是有點拘捕 因為全部都在翻譯中 我真的印象很明顯 我很多人的主持人 在英國的60s 東西像《L-Shaped Room》 它遭遇到社交平和社交平和性質素。 1929年 这个和平饭店建成 这个是当时上海最豪华的建筑 它在建筑上面用了很多 当时的非常流行的建筑学的概念 它是一个新的现代化的 他们叫芝加哥学派的建筑 所以它有一个绿色的顶 金字塔的顶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地区历史呢? 我做了很多时间在这区域 在这几天早上 那座家陈丹燕还带他们去看了一座老房子 在历史上 它曾是一座基督教堂 它造好以后是第一次亚片战争 和第二次亚片战争的当中 当时有一个传教士 他是主张八国联军来打仗的 然后他就在这里发表了一个很著名的演说 然后就这个是那个教堂的背面 我们现在进去试试看 你家不是原来就分的吧? 没有,很早就分的 很早就分的 那这是那个教堂原来的窗 原来其实是花窗 就是花的玻璃窗 楼里面依然住着许多人家 邻居们出来和我们打招呼 楼梯边的碗里放着喂猫的鱼骨 锅子里炖着的鱼头汤冒着热气 每一样东西都积着厚厚的灰尘和油烟 我们来看看这个房子 房子这里要拆掉了 你们什么时候搬家呀 要什么时候搬家 12月份 12月份 然后这些房子会被移民进去 然后这些房子会被移民进去 在冰尔的月份 在冰尔的月份 它不是真的被移民进去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不被移民进去 他们被移民进去 移民进去 去其他地方 他们说他们被移民进去 你能够移民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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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6日下午 中英作家登上了去北京的列车 随行的还有来自英国总领事馆的工作人员 以及翻译摄影师和纪录片设置组